调饺子馅记住一定不要放韭菜 更不要放大白菜 放这两样毁了一锅饺子 今天教大家一个最好吃的饺子水打馅的方法 绝对的靠谱食用并且美味 首先做饺子呢肉就得多 一般情况下八分瘦肉两分肥肉吃起来爽滑 然后又有香味 这个呢是我在冰箱里面拿出来的一些平时剩下的肉 猪肉一定要稍微多一点 先简单的来切一下 切这个肉的时候啊 如果是窄的话就尽量切来小一点 但是今天我想偷一个懒 因为肉太多了 要窄一个小时 就用绞肉机搅 所以呢切得比较大块 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大家喜不喜欢吃这个饺子啊 反正在四川的话说实在的 饺子吃的不是很多 还没有面条吃的多 好像在北方过年都吃饺子 他们不吃米饭 肉全部切好过后 姜葱一定要稍微多一点 不管你调什么馅料啊 一般这个姜葱都是少不了的 肉比较多 我们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搅 说实在的 肉馅儿搅完了 但是我后悔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里面的肥肉哈 它始终是没有手窄的舒服 瘦肉搅融了 肥肉有的还没有搅碎 再来野外来准备上一点姜葱 稍微多一点 姜的话配了之后来把它炸碎 放一个大碗里 加入一点料酒 水 一丁点盐 下手给它不停的抓捏 把姜葱的味道抓紧到水里面来 再来切一点性感的葱发 天气太热之后哈 这个葱发也变得不再性感了 现在就要开始来调馅料了 盐 底味一定要给够哈 一勺糖提宣的鸡精 大家一定要看仔细放了一些什么 毛油 姜材制作好的姜葱水 给它过滤一下倒进去 花椒粉 姜葱水的话 我们尽量是少量多次的加 不要一次性全部加完了 先给它搅拌均匀 让入吸收 再来第二次加姜葱水 还是下手才能够抓得更均匀 让入馅把这些全部都吃进去 顺着一个方向多烤一下 这样子馅料吃起来更加的劲道 全部搅匀后 打入两锅鸡蛋清 蛋魂的话不要 继续的下手满匀 顺着一个方向烤就是了 最后再来一丁点淀粉就可以了 加一点淀粉 这个馅料它吃起来才不会柴 才会很细滑的那种感觉 香油 再次下手给它 顺着一个方向抓匀就可以了 这个样子 馅料就算调好了 最后撒上葱发 就可以包了 饺子像这样就算调好了 做出来不好吃的话 你们绝对的可以来找我的麻烦 包出来的饺子是 过过入馅 细嫩爽滑 还出汁 饺子皮和这个焯水皮 都是买的现成的 自己擀皮的话 说实话 第一个不会 第二个超级的麻烦 把这娘娘也叫过来帮忙 免得这个小孩子一天到黑 只知道水水水 老本包的这个是月牙型的饺子 还挺好看的 就是这回子这个皮有点厚 说实在的 这个饺子我都还包不来 这个馅不仅可以包饺子 包焯水也是可以的 免得稀巴烂的 主要是这个风把皮都吹干了 所以说没有韧性的 你说这个会没烂吗 不会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看到没有 这样子拿着 一手一折过来就抄水 抄起手水 知道吗 圆抱型的抄起手水 现在够多了吗 够多了 好 看到没有 这样子 现在我们手是一样的是不是 这样子转一下 好 这样子捏着 然后 错 别动 看着 往里面抄不是往外面抄 错 手捏着 手放松 这里 这里 好 里面摆上 虽然说包了一个 现在我们三个人包的满桌子都是 各种形状的 主要是叫大家这个馅料调好 调好之后你随便怎么包出来 它都好吃的不得了 全部都包好过后煎一点 就这样摆个十多个就可以了 这边蒸锅里面水开之后再给它蒸个十来个 水开过后盖上盖子蒸八分钟就可以了 煎的这边给它来上一点油 下面开始微微冒碰的时候来上半碗水 现在把盖子扛起来煎 再来准备点煮焯水的料 每一碗一点紫菜 一点盐 鸡精 分别再来上一点点猪油 香油两滴 就可以了 吃清汤的嘛 饺子大约煎入到七分钟 水分全部煎干 就已经煎熟了 揭开看一下 用筷子随便夹一个起来 下面金灿灿的并且是没有煎符 夹出来装盘就可以 蒸饺也已经熟了 煎饺撒点葱花看起来就超级香 蒸饺的话就是本味 中间一个包子是早上买来没有吃完的 一起蒸来吃了 水开煮焯水 煮熟漏在江菜的碗里就可以 今天晚上的晚餐是美美的 三个人一人一小碗焯水 一大盘蒸饺 一大盘煎饺 还有包子 满满的都是幸福 先整一口饮料 有点热 我已经整了 辛苦了 不辛苦 哇 这个清汤的看着好舒服啊 没有红汤的那么油 就感觉有点烫 对 看着清清爽爽的 嗯 嗯 甜的 好吃啊 嗯 甜点烫 好吃 来 整一个尖角看 嗯 奶的很味 有一个 有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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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